大家好,我們是鄧維跟我是白歐,我是小樹 我們今天要帶大家去品嘗台北市五間農豆乳店 今天要給你滿滿的高蛋白質 我聽說今天有豆乳機 記得看到最後,最後會有一個抽獎活動 一定要看到最後喔,請去看看吧 我們第一間帶大家來到的是江漾子農豆乳 這家店已經有七年的經驗囉 一開始創始店是在郊西 後來的三年在台北也有開店喔 他們這邊有超多種類的農豆乳可以選 我們最推薦的是杏仁果豆乳跟黑芝麻豆乳 黑芝麻豆乳 好香,濃醇香 非常原味,而且不會很甜,剛剛好 第二款杏仁果豆乳 整顆杏仁下去做的喔 好香喔 他們的豆乳真的超級濃郁的 這邊也用最傳統、最自然方式製作的 鹽乳豆乳 好上次吃一下 我們現在來到上扇豆家 這裡有以中式料理為主的豆製餐點喔 我們的菜上來了 來,重頭戲豆皮 很特別的口感,入口即化 它有一種追煮蛋的口感,好深細喔 對 可根豆腐裡面會有加一點點的花生粉 有一個芥末在上面 它是介於皮蛋跟豆腐乳之間的口感 然後它外皮變得有炸比較酥脆的口感 嘿,我們到了雲響農豆乳 這邊也有豆乳奶酪喔 趕快進去吃吃看 Let's go,還有豆花 餐點上來了 餐點上來了 -有沒有少女心? 少女心,沒規劃 這個是芒果豆乳奶酪 哇哦 其實豆治所他們有超級棒的豆乳雙淇淋 可是今天我有店家裡面 我也有一個雙淇淋豆 超級期待 嗨 豆乳鬆淇淋耶 我第一次吃到耶,好酷喔 濃濃的豆香味 而且它應該是純素的 連甜筒都是純素的 所以素質的都可以放心的吃 這個是台灣的黃豆做的豆漿喔 這一款是一般比較喝不到的 小黃瓜豆漿 有一個台味 小黃瓜有一個 我們現在來到板橋車站附近的 粗豆治江所 我們今天要品嘗的口味是 可可豆乳跟堅果豆乳 我是喝堅果的 我是喝可可的 我覺得堅果的它沒有打得很碎 但是它會有那種原始的顆粒的口感 然後堅果很香 喜歡吃堅果的應該可以考慮喝這個 而且不會很甜 堅果香味真的非常濃 喝這個完全想到的那種小時候喝牛奶調味 超好喝的 如果喝牛奶會有乳糖不耐震的 超級推這個可可豆 古早味豆 這糖水是黑糖水 就跟我們一般在夜市吃到的豆花比較香 前面的都是用豆漿 它沒有加那麼多的甜甜的東西 所以這是比較傳統的豆花 影片快到尾聲啦 接下來我們要抽出一個特別的產品給大家 走 我們回到室內 不會啦 我們今天拍了非常多高蛋白的飲食 當然一天高蛋白人 那有沒有更快更好的方法來食售高蛋白呢 絕對有 就像我們片頭所講的 我們片尾要送大家一些東西 我們推薦三種族形 使用體大愛運動的全植物性蛋白銀 第一種 運動後補充 第二種 機能退化的英法族 第三種 發育中的青少年 營養價值跟蛋白質濃度 都比一般食物的攝取來的更高 愛運動的朋友們 千萬不能錯過哦 我們將抽出無足體驗包 送給我們的小圍根 抽獎方式呢 就是在底下留言 我要高蛋白 加上按讚跟分享 我們就抽獎 送給你們哦 好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拍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喜歡 然後也記得訂閱我們的 YouTube Facebook Instagram 訂閱 追蹤 分享 我們將在每週三 週六 固定在YouTube 6點準時發布影片 我是白龍 他是小豬 我是小豬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 吃水餃 吃水餃 你可以拍 我們拍一個IG 你看 我們在拍攝前面 就一盤水餃在補話 那一件是我們拍片的動力